早安 我們今早歡迎民主黨兩位前任主席和現任主席 李永達和何俊仁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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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打入分別就要多謝兩位 四年 剛才是四年的聲音 用幾分鐘都說出來 不同的議題 真是課外活動 出了直播室以外 然後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 不過到了聲打的尾 提到你們不會加入問習班子 今天報導你們好像有黨員去申請副局的崗位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 我也很驚訝 你之前有沒有通知黨員沒有申請的 很清楚 民主黨的政策在這方面來說是相當清楚的 是經過我們有很多黨員一起參與的集思會 大家定出來的一個基本方針 就是在民主發展的路線上 起碼被人清晰之前 換句話來說 在兩個普選 包括行政長官的普選 以及立法會全體的普選 包括一切的細節 還沒有敲定之前 我們不會考慮加入任何政治團隊 因為那個團隊一定是不謀言主的方式產生 你加入了 而又沒有這個正式路線圖 可能我們會陷入一個位置 日後要被迫維護或支持一個違反民主發展的方案 我們絕對不可能這樣做 何掌人 你不知道有沒有辦法證實有沒有黨員申請 我沒有人知道 剛剛才知道 你會不會叫他申報呢 不用申報 如果他真的有人決定這樣做 違反我們定立的基本原則方針 換句話來說 他已經立心準備離開民主黨 我相信有多清楚 你意思是跟今天天氣報告一樣 天氣報告說今天天要下雨 如果是就由他去罷 報告寫最少有四名民主黨人申請做副局長 以及政治助理的職位 而有記者用短訊問馮慧光有沒有申請 他的回覆就說不要胡亂寫 黨裏面會很煩 那你有什麼回應呢 我沒有回應 他作為一個民主黨成員應有的紀律和責任 我亦不需要 因為這些事情遲早都會公開 我這樣問馮慧光有沒有通知你 有記者問過他 是否參與這個申請做副局長 或者政治助理 他有沒有通知 聲音比較多 稍後我也要回來 其實由政改方案通過 到現在兩年的光景裡 其實走過一條什麼路呢 這段路其實李永達也一直陪著學長人走 但我很想多謝李永達陪我和阿楊走過很多路 是嗎 因為這個 那些事情走到山裡面 走山 走斜路 走公共空間 走公共空間 走沙地 因為這個節目有一個特色 我不敢說開鮮河 但我經常覺得記者朋友很辛苦 做評論人員 如果只是在充滿冷氣的直播室說話 其實未必知道真實環境是怎樣 尤其是我覺得議員很多時候下區 不如我拉一下議員衣服還沒下區 讓我真實地看看情況 因為那群問責官員說下區話 結果停留在冷氣房的時間更多 不如作為時事節目主持人 跟立法會議員下去看看 很多時候有些記者朋友看到我和阿達 會問為什麼你們都下來了 看過才敢說 因為有些未看過 作或亂說的情況越來越普遍 那些不是叫時事評論 那些叫時事陰謀論者 我就很怕這樣 亦都不覺得應該要這樣做 但我們拿了這麼多次去 你說當時事或媒體和議員的互動 這麼多年累積以來 你感覺如何 我也很好 因為第一 第一有時 你不要坐在那裡才這麼說 不是 我也質疑你 我是很少看到有全部媒體這樣做 文字媒體有時有 但聲音媒體很少 雙台差不多是 我和聲音媒體裡 差不多是唯一 一個台有這樣做 因為可能黃永恒 有樣子覺得他拿到區 看到這件事是更真實的 那我就贊成了 所以我只是說 我都走完 為什麼呢 原來我和黃永恒最多是去新界 又去天水圍 又去飛法堆田 去新田 去城門 還有東涌也去過 變成很多都是在現場看到 和公共空間的東西 在討論的時候 那個實際感受是強烈很多 當我們在新田看的東西 為什麼堆得這麼厲害 你不去看 不知道原來那件事是很可怕的 很難想像 很難想像 譬如天水圍 那是四分一個會展這麼大的 對沙區 去到新田 我們說的是 一條找紅毛泥封了的排水道 我想賀掌人 新界西很多這些排水道 被村民封了 小條排水道 自己私底下找紅毛泥封了 方便自己的七人車進去 搞到村下面水浸了 都做得出的 都不肯建一些紅毛泥封出來 我還在問新田 老實說 D.O.都換了 兩個了 兩個了 只是一條排水道 建紅毛泥封士 都可以建不到的 你叫他們拆了三樓以上 四樓和五樓 怎麼拆啊 現在整個鄉村區 新界人 那個執法 真是很有問題 一方面就是 裡面的人很多 就沒有什麼法律意識 只是有強權 但是政府 真的沒有執法的意志 看到人惡 他就退揚 剛才說的是非法的那些 那些是非法去封路 要收錢 很離譜 要收錢 很多是這樣的 還有一些非法收地 即地產商買了一些地 買剩下一些 他買不到 他就在外面用各種方法 挖路 封了鐵絲網 不讓人出來 是很離譜的 我也試過和很多傳媒的朋友 親自去到探訪拍照 看到那種鄉村的霸權 地產霸權 鄉新霸權 是很離譜的 但是政府真的沒有理由 是完全是 袖手旁觀 致虐無睹 但是如果你這樣說 那是不是應該狼一些呢 對新界的勢力 你應該有執法的意志 你不可以說我是鄉村的東西 我有鄉麗 或者是鄉村的範圍 不可以這樣 這個法律是適用於全香港的 這是一個文明的地方 怎麼可以這樣做呢 但是你沒辦法 我記得我十幾年 二十年前進行工作的時候 連報警下案也不肯下 是很離譜的 要我們的議員 要帶人去下案 跟他們一起下案 坐著不走 兩位既然在懷疑政府的執法二致 新界政府的班子就說 我有行政意志 我希望擴充我的團隊 市民辦事 你們又給市民一個感覺 是不是拉布呢 不是兩人 第一 其實最大考驗對梁振英 這是其中一個 最大考驗 新界遷見物 現在林鄭就叫她登記 登記九月就結束了 然後就開始執法 但我相信現在香港人 的人已經在等等機會 那登記了 adan記就是 город 但是照三層以上 四 五層 他們在等什麼機會呢 等會回來 當新嫖上任的時候 一定ocation поговор 就是將來ацион 暫緩執行 甚至再豁免他們 射免 如果梁山 在這個問題上 想當作立場的話 很明顯他會重蹈以前我們覺得的那種政府和鄉親霸權的勾結 他們的法律和市區是兩套 他們可以是,正如何俊華齋 十幾年前,你去報案嗎? 關於鄉親村的事情,你真的很難 我要問一下何先生 因為今天有另一個何先生 跟林鄭月娥可能會有關 因為傳聞副司長 跟新界很友善的前民政事務局局長 客家人,何志平 何主席,你怎樣看這位傳聞的何副司 他做過一任的問責局長 我只記得對他印象最深 那時候大家知道會聘請一些議員 或者一些團體的代表一起吃飯 我記得他胃口相當好 他當然是吃很多東西 所以他的體重也有了 但是他就不是很多政見的表述 所以你看他做民政事務局那幾年 我真的看不到他有什麼 使人記得的政績 他不用說了 如果他很積極地聽 聽完之後做都不差 有沒有呢? 但是在那幾年來說 第一,鄉村的問題我看不到 當然他在民政事務局不是負責的 民物保育的問題 我不覺得他有很令人印象深刻的公職 至於你說對大廈管理各方面 我也不覺得他能夠促進到那些法團的管理運作 那你知不支持他做副市長? 這些是他梁振英自己的班子 我就不會個別去批評他 我看他要集體對市民負責 你找了什麼人是不適合的梁振英負責 我就不會告訴他他應該找誰不找誰 不過何志平醫生以往做了四年 是不是四年? 他給人的印象是否做到事呢? 我相信也有功論 我真的不覺得有什麼印象 我加一句,我覺得梁振英這個選擇是非常聰明 對我來說,我也覺得很聰明 什麼聰明呢? 他是提早將他的施政理念顯示 第一,就是親疏則有別 坦白說,何志平在那一屆的局長來說 表現是佛善可塵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 第二,很明顯他的政見 施政的態度和鄉新和其他左派關係很緊密 這很顯示梁振英的選擇 他不是用人為財 他只說這個人是我的陣營的 這個就是梁振英的 我就去選他 另一個角度可能就說 你選到這個 那就是 你也沒有什麼人才去選擇 現在也是全民 反正我問,每個人都不對 那有誰他選擇 現在全民選擇了,你覺得是對的? 當然,林振國對,林振國不肯做 林振國英明,林振國英明就不做 不是,今天就是全何志平 那你也要看一下 林太,能不能吃不吃得樂的 開快再聚 好,直播室今次有何俊仁和李永達 我們剛才跟我們節目做了很多民生議題 我們的節目經常落區 然後大家在研究的問責班子 新的問責班子 無論是羅帆招番還是梁振英都說他們會落很多區 你們是怎樣看的呢? 其實由董班子到曾班子都經常說落區 這次是否真的會落區呢? 落區,如果是真的想做實事 而不是去做表演給人拍照 美光效應 第一,你落區是要有具體問題 你需要解決的 比如我所說,有些地區是水浸 有些地區是封路給別人 霸地,或者是非法給別人堆填 你落區親自去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或者譬如現在很多的擴建 我們覺得擔心鄉村發展區 會不會影響整個發展呢? 或者將來新界的規劃 那些具體問題去看 然後有具體的方案 看完之後怎樣去解決 包括對這些問題有認識的人 不同政見的持份者一起去對話 這樣下區才有意思 如果你純粹擔一枕 擔一枕登上去坐 拿本譜去寫幾句 回來 電視上一上 拍你說幾句話 和人握手 這個不是真的下區 你記住,我們很多人轉現來說 下區去為人解決問題 包括很多時候 不為外界所知的家訪 見個案 會見地區團體 是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是二十多年來生活的一部分 我們說的是一個星期幾次 不是說一年幾次 所以我覺得這樣才行 這樣才是務實 其實那些局長應該要這樣做 你不下區 你就感受不到社會的默迫 不過這個老實實 有些是一種心結 尤其是很多官員 他們覺得下區 是象徵著結果 何俊仁剛才說的 下區是一個過程 是一個必經的過程 你要知道別人發生什麼事 但譬如我們舉個例子 高鐵事件 鄭宇華過一條街就是賽站 過一條街就看到那些村民 但他可能覺得 過到去拍了那張照片 就代表要有結果 要立即有決定 其實是困難的 但不需要自己綁死自己 你就下去聽多些聲音 下去多多幾次 剛才你說的那樣 下去就等於有結果 就是因為下去得少 因為下去得少 你一下去就一定是很大的事 如果你經常下區 而且被人罵得少 就不會是這樣 你問一下我們下去 例如有些人塞車 有些交通問題 我下去就被人指著罵 你們怎麼做官員 當我們是官員 我不是官員 我是民選議員 何俊仁 我以為你一定要說真話 最近下區有沒有人罵你們 沒有參與拉布 還是有參與拉布 拉布的問題 第一 社會的反應不太強烈 因為我們經常下區知道 比起其他問題來講 這個不太強烈 如果偶然有些人表達的意見 都是覺得不贊成比較多 拉布 那你擋著不讓新政府過 那個重組架構 兩種意見都有 這個很清楚 但當然 買來和我們表達意見那些 多數叫我們要反對 這個五師十四局 覺得是浪費 覺得是沒有駕藏碟谷 這個意見是比較多的 但叫我們讓他試試 是我們的支持者 都有 但我們覺得 意見要聽 但我們自己做事 有我們的宗旨 我們叫給他聽 為什麼我們 目前來說 我相信我們要反對 這是很清晰的 我們說了我們不是拉布 不過我們會盡我們的責任 去提出應該要提出的問題 挑戰他那些錯誤的假設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他不夠時間是他的問題 就不是我們故意拉布 阻礙他過不了 這些我解釋得很清楚 昨天人歷史編制委員會已經過了 然後你們將戰場轉了去常務委員會 我想又不是轉 因為人事編制委員會 昨天已經是歷史上第一次 連續一個委員會開八個小時 小弟其實不是委員會成員 我列直要問問 8點半到昨天晚上6點半 8點半到10點半 15分鐘小空間 10點9到12點9 吃飯 2點半到4點半 4點9到6點9 坦白說 我聽了部分 聽不完 吳奈怡也相當難做 坦白說 政府現在這樣做 其實差不多跟眼草沒有分別 坦白說 你問的問題 為什麼會有時候 他覺得你問得很遲 就是因為他不肯回答你 昨天說的副局長 副局長的薪金 是20萬到22萬 就等了首長級第六級 一個處長的人 兩位黃永彤和你都留在旺跡 一個政務官很容易做過這些 要打多少年才做首長的第六級 有些打一輩子都沒有 有些打一輩子都沒有 打一輩子都沒有 打一輩子都沒有 有些做二十幾年 都是做Stargrace 即是第三位級 我問羅范之芬 你怎麼選副局長 他寫篇文上來 現在開始見了 嘩 我寫篇文上來 咦 坦白說 大家都知道 根本是那些人有推薦 就算他寫封信也告訴你 我是什麼推薦人 就由那一部選擇他認為那三十幾世人 去interview 所以這一個 是煙幕來的 煙幕來的 就是你做了公關的練習 就說我現在很開放 不是去做這個親疏有別 我們不是政治酬勞 我們公開招聘 坦白說 如果普通寫篇文上去 怎麼選出來 一個人年歷二十幾年在公務員 才做了首映級大陸級 你那個人寫了一篇文 就被副局長 那豈不是很容易做 那你即是說 如果報道了是真的 那四個小弟弟 被人哄了 入局是假的 喂喂喂 可能有女性的 你不肯定 四位黨員被人哄了 因為是假的 那他有太多幻想 如果真的是 真的很傻 所以你問什麼問題 那些問題不是不重複的問題 而是你問一次 他又是這樣回答 問兩次都這樣回答 其實那些答案 今天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這些事情 不是你重複提問 他是重複答案 重複答案 我反而想問一下兩位 現在開始做了這個月立法會 就馬上來選舉 其實大家都在部署 各個黨派都開始講那個名單 民主黨號稱泛民第一大黨 怎麼看現在市民對泛民的支持 何俊仁說經常被人罵 包括塞車也被人罵 各樣也被人罵 坦白說 主席 最辛苦那段日子 就是政改方案通過之後 那次七一真是可憐 真是沿途被人罵 那段日子怎麼過 現在走到來又怎樣 你問我 我是義務反顧的 到現在我也是很堅信 當時的決定是對的 反過來我覺得 我也是會堅持這個決定 不過當然很多的解說 應該做得更加清晰透切 因為在做這個決定之後 雖然我已經有落區了 有去見很多人 去到也很平和很謙卑地去解釋我們的立場 以及表現我的誠意 不過回想起來也是做得不夠 現在時間過了兩年多了 我相信也有不少的 即我原本是反對的人 現在都願意再去觀望 觀察這件事的發展 至少有些的誤會 我相信是平息了 但是當然很不幸 我希望有一部份 我希望不會說太多 有一部份的人 仍然是沒有辦法接受 這個決定 甚至對我 或者我黨 作出今次這個政改決定的 作出支持決定的人 都會有好心的誤會 是有的 支持泛民選民的票 是流失去別的泛民政黨 還是流失去第二道 一定會是泛民政黨 因為如果他是反對政改 而因為他是一個更加激進的立場 那我只能夠留去泛民 其他一些 比我們所謂的光環保障 你當不當人民力量和社民聯繫 他支持民主的一定是 你意思是比較激進的 就算是留去那邊 是的 我相信會是 甚至可以這麼說 就算我不支持政改的方案 可能我不去參加 五居公投已經流失了 一些的支持 所以泛民的光譜 現在是很闊的 但是 但是還是60對40的比例 現在 未必一定是 不過選舉的事情很難說 投票才知道 有些人是挺悲觀的 就覺得現在人家這個左派 真是不是開玩笑的 真是財雄勢大 還有做的選舉工程這麼仔細 幕後的整個選舉機器操作得這麼熟練 事實上也是 這個客觀的因素 是看上去令人覺得很擔憂的 不過是很有趣的 始終我們是一個開放的社會 還有我們信市民的眼光和智慧 還有政治是 信息之間很多的改變 例如怎麼想到李旺陽事件 是可以發展到一個 這麼大的社會的迴響 那這些會不會影響選情 大家都不知道 那不是60、40是多少 現在 我想每一次是不同 你們有沒有評估過 但是我很相信 支持民主的人 應該是多數的 香港一定是多數的 因為這麼久以來 我們看民調的結果很清楚 超過六成的人支持民主 不過問題就是 有些人會覺得 我有些事情失望 對某些候選人 我不去投票 這是最大的問題 但我希望大家能夠了解 其實不去投票也是一個選擇 你不去投票就是別人的投票 那算不算是未報名先告急 還是不用告急 你永大笑 你是不是未報名先告急 不是阿達四年前 一開波告急 我不是這樣說 我意思是說 阿仁說得對 這個六四黃金比率 其實每一層都不同 我們最高試過 六十三對三十七 到五十五對四五都試過 那你估計的 接下來這一屆呢 我是相對 好像人說 我是比較悲觀的那種 我覺得 歷史上 泛民最不團計的 這段時間 意思是 我在街上工作 都不是很多人會罵我 不過其中一句 為什麼你們不團計在一起呢 其實我很難回答 但誰責任先 不是 我不會這樣說 因為街坊 我一直跟他說 我從來都不會罵我民主派的朋友 怎樣不同意見 他怎樣罵我都不會拼罪 因為沒有意思 怎麼拼罪 但是街坊不會跟你說 這個泛民A 泛民B 泛民C 哪個理由不理由 總之你吵架就不對 總之大家互相去追擊大家就不對 但不是我想做的 好了 這種情況之下 我又覺得這些朋友 不會投給民建聯工聯會 因為他們支持民主 他們又怎樣 不投票 不投票 所以 我猜今年之前 泛民的整體票數是會下跌的 因為有些人覺得 你泛民ABCDFG 時吵架 又怎樣怎樣 又怎樣 不團結我就不投票 那些氣氛我覺得是有的 但團結在政治上 往往是看議題的 看主要的政治信息 那一年是希望求轉變 還是經濟 例如你看到美國也是 共和黨拿著一招打奧巴馬 你也不懂經濟 你搞不定 所有在外國有執政的政黨 和大的政治發展地方 一定有初選之後 只有一枝旗 到尾 我的姑娘 香港的民主派 是有一個較長時間 都不會有一枝旗 誰搶不緊 可能ABCD也不會搶 然後其他那些 DEFG全部都站在那裡 就走 這樣的話就麻煩了 那白甲底下什麼期呢 主席 這次選舉拿過什麼訊息出來 我覺得當然是民主 爭取能夠在未來的一屆裡面 一定要敲定了 那個補選的路線圖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這一屆是會決定 跟2017年的特首選舉的方式 這是不能離開的 我相信跟我們競選對台的人 無論他多聰明都好 你是不能避 你知道陳遠閒是其中一個對手 我相信他怎樣避 都避不了 大是大非的問題 避不了 例如六四的問題 例如你黃陽事件這類 因為這些涉及到良心的問題 涉及到一個人做人的底線 你怎能夠容忍到有些人 或者有些政府 或者有些有權勢的人士 是做事可以完全不擇手段 毫無良心 毫無底線的 如果你的人這些事情 你都沒有看法 你個人都沒有底線 所以這些都是大事大表現的 還有一件事是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問題 如果今天我們站在香港的位置 是不敢去到喝停中聯辦 揭露中聯辦背後的黑手 甚至是對中聯辦 現在不斷插手立法會的事務 插手 甚至干預政府的運作 民間就不要說了 已經做了很久了 來到助選 甚至是去到統一戰線的那些 很多民間團體 但是我們作為民主派的議員 或者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議員 一定要指出這些問題 也要對建制派保皇黨 一定要向他們提出指控 因為他們是幫兇 這些是大問題 當然民生問題還有 例如地產霸權 金融霸權 我們一定要提出 指出這大抽問題 但是歸根究底 你們是有足夠的議席回到進去 監察這些議題才能夠發揮作用 否則是發揮不了作用 沒錯 在這樣的情況下 是不是真的應該 就算你說對方好像很困難 沒有善意 好像有敵意 都可以跟他們談 你們有沒有主動跟對方談 你知道對方是指什麼 他說動文 跟大舊 因為起碼你也要數一下 如果不夠票數 你指出所有問題是沒有用的 問題是這樣 大家有很多事情可以談是互動的 你當他不想理你 你有沒有自己伸出 強行的 第二件事 如果有很多大是大非的問題 也要自動需要聯合 例如我在內會提出 要向曾蔡英權進行一個不信任的議決 但那些都是歸隊 投票 不要管邊牌 我覺得 你是以一件事來組合是重要的 但你記住一件事 比例代表制之下 你泛民自己都會競爭 這個競爭裏面 有時都會某個程度 使得你之間會有些磨擦 這是一個制度事業 不是啊 何春仁 上個星期五在內會裏面 我第一次聽到 譚耀宗和黃毓民這麼契合 就是這個事情 他在指責你們 為什麼當日不支持蔡英俊 留下禁衛 這個問題就是 大家知道到最後 因為當時不支持蔡英俊 是有一個原因的 已經說出來的 因為當時我們覺得 但失去了CNK 不可以這麼看法的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看看紀錄 有很多事情我們也是支持的 你說到比例代表制 每次我對這個相當複雜的制度 我就放到最後用幾分鐘時間講 不是聽眾人聽到沒有辦法明白 現在我們這次多了五個區議席分佈 哪個區你覺得最難搞 對民主黨來說 最惡頂 不要說告急 最難預計 其實 每一個區 其實競爭 都是很劇烈的 當然民主黨經常受到一個很大的壓力 就是我們需要有一個傳承 交給一些新人 甚至交給一些年青人 交給一些女性的候選人 這三個是最強烈的要求 但是每一次當我們準備去做這個傳承的時候 你現在發覺 面對現實的政治的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每一個新人當他去到選的時候 你會發覺原來他勝算的機會 如果我們自己做的黨內的民調 很小心做的 我們都願意花錢去做 找一些學者去做 發覺都是危機四伏 不過怎樣也好 我都是要嘗試做這個傳承 阿達呢 你的區最危險了吧 不是區區也很危險 坦白說 民主黨 一個情況就是 第一 你有一段時間 所以公眾和媒介 對你期望是高很多的 這是真的 第二 因為那個政改方法 我們有份參與通過 我們當然希望有一個進步的情況 但是這個要有壓力 正如學人所說 比類代表制 其實都是內部民主派有競爭 我自己就留意九龍西多一點 因為九龍西一次過走三個 即是去選超級 陶錦生去了選超級 李慧琼去了選超級 阿基 阿馮劍去了超級 其實只有五個位 五個走了三個 究竟是不是交到 譬如何俊仁說 黃碧雲 黃碧雲就是下一個梯隊兼女性 那是很重要的戰場 對我來說 我比較關注九龍西的情況 究竟其他區會怎樣 我們接下來 這兩個星期都會繼續分析 今早很感謝李慧德和何俊仁 明天再見 拜拜